大家好,我是愛語言神 我今天帶給大家明朝 紀文任務派遺荊州世界任務成就影像重新 感動藏在荊州城 明朝,紀文任務拯救世界 拯救貓咪 成就尋瞄環遊記 我們打開小地圖來到荊州城城內的下方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在我們的北方向小地圖上方猛往前 然後在這個前方我們能夠看到一個有三個人 就有一對NPC站在這裡 然後還有一個老頭站這個方樑上 然後下方我們點擊一下跟那個荒誕的路人對話 左上角我們點擊跳過 跳過之後然後在旁邊這個老人我們跟他對一下話 左上角我們點擊 左上角我們點擊跳過 然後接著我們V進行一下 追蹤 然後我們 這是 西北方向小地圖左上角我們勾一下勾上來 勾上來根據這個任務追蹤我們來到前方的鏡頭 然後這裡看一下我們右下角 這個T 這個標誌變成了一個攝像的標誌 然後我們點擊一下 然後我們瞄準 看一下我們的左上角 瞄準這個 這個廣場 你只要瞄準這個中樞性標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點擊一下拍攝 然後接著我們按一下V任務追蹤 我們回頭 回頭跟他交一下第一張照片 然後我們跟他對話 然後左上角點擊跳過 接著我們再按一下V任務追蹤 然後在我們的東方向小地圖右方我們 翻過來 然後往前走 然後朝著這一個方向往前 前方我們又能夠看到這一個 Missy 然後我們跟他 不用對話 然後我們按一下T 那門T之後我們把這個視角往左側拉 一直往左側拉 這裡有三隻貓 你把這一個 叫什麼來著 你的右側 把這一個 減號調到最下方 然後你能夠看到就有三個貓 把他們三個全部框住 然後拍一下 然後我們提交一下任務 然後左上角我們點擊跳過 然後接著再點擊下任務追蹤 然後看一下 然後我們再回到城內下方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北方向 小梯圖上方 我們跳下來 跳下來再喬頭 我們能夠看到這一個 老頭 老爺爺 我們跟他對話 左上角我們點擊跳過 再給他拍一張照片 我們按下微 任務追蹤 然後我們 往後走一點 往後走一點 來著喬的另一側 然後給他拍一下照 好 我們跟他對話 左上角點擊跳過 左上角點擊跳過 任務完成 首先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中曲台地 桃園鄉上方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東南方向 小地圖右下角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在前方有一顆 特別大的 就是桃花鼠 桃樹 在他的下方 我們能夠看到這一個任務 這裡有根BC 小橘 我們跟他對話 然後左上角我們可以點擊跳過 跳過之後 按下我們的任務追蹤 然後在我們的 就是 看一眼 這區 西方向 小地圖左方 我們朝這個方向 我們爬上 後方的這座大山 我們把體力補滿一下 然後爬上 後方的山 再補充一下體力 我們接著往上爬 好上來之後 我們能夠看到這個 這個貓在樹上 我們接著爬上我們前方的這個樹 然後一直爬上來 好就在這個樹幹上 然後我們點擊爆走 然後我們再點擊我們的任務追蹤 然後我們再回落 我們的東方向 小地圖 右方我們來跳起來 好 那我們跟它對話 左上角點擊跳過 好 寄完任務完成之後 關於這個成就怎麼獲得 首先我們需要完成這個寄完任務之後 它的每一日任務 就會有概率刷新出來 讓你找貓的任務 同樣是在小局這裡 然後讓你找大概是 總共有4到6隻貓吧 4到6隻 你就需要刷到4到6回 這一個是每日任務 然後你把這些貓全部找齊之後 才能夠獲得這一個成就 所以這個成就是要看臉才能完成的 這是屬於一個每日任務的成就 就要看臉才能完成的